这题问的是下面各疾病中谁的病原体是细胞级生物 先说一下什么叫细胞级生物 细胞就是包含原核细胞和增核细胞 对吧 所以细胞级生物指的就是细菌以上含细菌 细菌已经是细胞了 它叫原核细胞 那我们一一看 烟草相牵病是由烟草相牵病毒引发 它是病毒 病毒不是细胞 白猴杆菌 白猴是由白猴杆菌引起的 它是原核生物细菌 狂犬病是狂犬病病毒 它也不是细胞 最麻烦的是狂牛症 这个我不确定嘉罗老师有没有上到 狂牛症的病原体很特殊 是一种蛋白质叫做毒蛋白质 它连病毒都不是 它只是一群很特殊 可以自我繁殖的蛋白质 我们称为毒蛋白质 它属于蛋白质 它比细菌更小 好啦那这边这么多的病原体 谁是有细胞层级的状态呢 白猴杆菌是细菌 细菌以上才叫细胞级 病毒是没有细胞结构的 所以早期为什么说病毒不是生物 因为依据细胞学说 生物体是由细胞所构成 而病毒没有细胞 所以它不是生物 所以如果有人说病毒不是生物吧 它依据是依据细胞学说 但是新的关键是 它具有生命现象啊 具有生命现象的东西就是生命 所以病毒现在是被认为是生命的 因为它有繁殖啊 代谢啊等等 好所以这里来的是B 它是里面唯一的细菌 其他都是病毒或是蛋白质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